音乐 博士常常在演讲中会提醒大家 说我们现代人其实都不扎实 我们都把念头心念都放在一个幻想的境界 而博士常常提醒大家 应该要把念头回到身体 落回到身体 然后再从身体出发 让身心可以协正可以合一 这样从身体走出去 这样才扎实 这样的修行才是扎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去思考说 确实我们现在人真的都把思考都放太多在幻想 在一个虚的一个境界 随到我们落回到身体 最简单的静坐 最简单的观呼吸 从身体出发的时候 那感觉是相当的一个平静 那对于整个思考全部生命系列来讲 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博士有提到 人如果没有达到一个邪正 没有达到一个合一 没有修行可言 那想请问就是 我们要去追求 这个邪正 追求这个合一吗 如果说今天 我在观呼吸 在安纳班纳念 或是在I am meditation 这过程当中 我就不管 我就一直坐下去 是不是 也本来自然就达到邪正 自然就达到合一 自然就可以进入修行呢 好 很好啊 你这个问题点到一个重点 也就是我常说 其实修行对我 没有什么东西叫修行 我个人也其实也不懂 什么是叫做修行 我最多只是不断谈真实 reality true reality 真实 真正的真实 真相 同时我也提到 我们的身份 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 比我们所讲的修行大多了 因为修行好像是 跟我们的生活 有做一个区隔 有个隔离 有另外一个题目 叫做修行 好像跟我们一般的生活 不相关 所以对我 没有什么东西叫做修行 但是假如真正要把它 站在一个比较 这我们人间可以懂的一个蓝图 来描述这个修行 你是这样的修行 那当然 我不断的会这样子提 说我可以分成两段 首先要进入一个邪正 也就是一种同步的观念 因为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确实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思考上面 太活跃 太丰富 随时看我们的念头 都是有一点错乱的 英文叫chaotic 或是chaos 是乱的 它本身是从五个感官 同时都在 都在印作 从多层面在 在同时 活跃的印作 那不光听什么 想什么 看什么等 这很精彩 是从一个念头 到另外一个念头 那从这里 一个人要冷静 去体会什么是真实 从我个人过去 这样子所观察 是可以讲说是不太可人 甚至是不可人的 所以 首先一个人 要安静下来 要把一个很杂乱的一个念头 一个多方面的头脑 有波浪信号 要把它慢下来 把它简化 把它同步 达到一个邪正 那这要进入这种状况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静坐 你刚刚讲熟悉也好 甚至进入这个身体的意识 body consciousness 等 从头脑落到身体 我常常也带大家 做这种练习观想 念咒语 等 这个有祷告 有好多好多方法 那全这些方法 我可以浓缩在 两个层面 两个 可以讲说 两个大的系列 一个就是专注 透过注意 意识的专注 attention 或是concentration 那 同时也可以用 contemplation 观 其实也带一种 臣服的观念 大概 我们可以 几乎把 全部这些方法 包括瑜伽 包括什么 各式各样的这种方式 都落成这两个大的系列 这前面是一种进化 或是同步的关联 那你前面有讲到这个 从虚拟的一个真实 我常也会用这句话 virtual reality 就是我们 这个世界 这个人间所看到 体会到的一切 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幻觉 然后我们受过客气的发展 我们还要再延伸出来 更多幻觉 比如说现在所讲的虚拟的 virtual reality 可以用眼睛 可以再去进一步 看3D 或是可以像个hologram 延伸出来一个 更完整的一个现象 这都是 这都是现在 我们都是快步在进入的 你看光我们在 用手机 用这个电脑 他从电话 他又变成聪明 这电话 就是smartphone 让我们就是 从一个虚拟的平台 进入下一个虚拟的平台 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小朋友 小孩子在玩电动玩具 很精彩 那他 其实已经被这个玩具 就是这个软体 把它吸引进去了 已经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一个虚拟的状态 这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 可以做 所以我们说不光是在做见证 我们其实也都在参加这方面 让我们生活步调越来越快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很方便 在这种情况下 是头脑是乱的 是头脑是不均匀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透过这些许多的方法 踩个刹车 让我们头脑做一个这个 一个合一 一个同步 那落在 把意识落在身体 确实是可以做达到这个效果 那竟然可以用关系 观察呼吸 熟悉也好 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每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我想就 是不是就回答你的问题 当然就不需要 再找另外一个方法 比如说把意识落在身体也好 或者落在哪个角落 来体会到这个 什么叫做同步 我想我当然我过去带大家用很多方法 我认为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那你可能也记得 我不断的强调在这种多层面 多层面的这个意识的状况去 等于说我们现在眼睛也发达 耳朵 闻啊等啊 五个感官是相当发达 再加上这个念头 那从我个人的经验 最有效的方法是集中两个三个 甚至全部的感官都可以把它绑住 都可以集中在一个点啊 就是一个multi-dimension的点 多层面的一个点 或者一个一个课题 啊 落在这个课题 透过 不光是一个感官的作用 两个三个 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 我在每次在大的活动 带大家出来 那再加上我们 每一个人带来的这种 可以讲说一个神圣的空间 心里面有神圣的空间 带出来的神圣的空间 效果特别明显 只要接触过的朋友都会跟我分享 我想你也听过 就是他会进入一个很深的一种 一个层面 好像过去没有体会到的 体会过的一个 一种宁静 那这些最多 还只是在做一个整合 在做一个踩一个刹车 做一个筒铺 但是这个你说 严格讲 它是算成修行 或是去认得什么叫做真实 我倒不认为 它最多只是把身心做一个合一 这还是往外在 从内往外再看 再寻 做一些练习 把我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当作主体 透过静坐 或是观想 或是哪一个方法 把全部注意 集中在一个课题 但是不管怎么讲 它还是往外 去延伸出来的一个画面 但是虽然是往外 它还是有它的作用 那我们全部生命系列 是利用这个基础 当前面花了好多好多篇幅 好多练习 带大家进入这种状况 但是接下来 是踩一个刹车 是往内回转 180度往内 本来都在外去寻 在找 突然一个人讲 把注意回转 回到他自己 回到主体 而且接下来只有主体 就像在这个我 一个弄错身份的个案 的这本书在讲 叫他一个人不断的回转 回转到这个主体 而且这个主体 因为没有什么名称 可以把它描述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 叫做大我 过去我记得 好像也用过这个名称 用这个大我 当作一个 点是一个目标好了 这么讲 把我们的注意 这个回转 回转到他 我们突然发现 很有意思 这个大我 它一个主体 它需要有课题 它才可以应作 才透过动 它可以去观察到一个课题 假如你突然 不断的回到主体 而用参 用臣服 不断的回到最前面 最源头的意思 就是我们人间的意思 你我可以想象的意思 可以体会的意思 那就很有趣 就有很多状况会出来 比如说我们突然会发现 就那么简单 接下来整个世界会消失掉 整个这个我在接下来跟任何课题的关系 它本身会解散 这不是我们去刻意去做的 不是我们刻意可以把它 把我去断根的 不是透过这个小我 可以做到的 我们可以做到的 最多只是回到这个大我 回到这个主体 那接下来 要去解散的 倒不是我们 就是我们本来去追求 这个问题的 这个体 这个小我 反而是something else 是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力量 我们也可以称为是议题 心也好 全部也好 是他来把我们 把这个小我去解散 那这个当然 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也不用去期待 哪一天我可能会醒过来 或是会被议题 把化解掉 吞掉 我就是用这个词吞掉 真的没有办法用 其他的这个 语言去表达 因为它是突然的 它不是 它不是分段去做的 它是突然 而且它不是透过动 不是一个突然的动 所发生的 它是突然我们体会到 但这个我们体会到 已经不是我们的小我 可以体会到 好像我常常讲 就是 这个 比较正确表达方式 就是一体来 透过我们这个身体 来表来体会到自己 是颠倒的 不是有多个小我 突然体会到 一体 假如还有一个小我 可以体会到的一体 这小我还没有解散 还是在那样 在幻觉里面 透过我们的五个感官 想体会到一体 是刚刚好是相反的 是一体 透过我们这个肉体 这个身心 突然 也 体会到自己 体会到自己的方法 它不是经过头脑 你看这 是不是有趣 最多只是这样子 所以再次回答你的问题 前面所讲的 就是也是一般人 所称为的修行 念这个咒语也好 读经也好 或是研究 最多只是让心安静 那到最后 他其实还是在一个 这个人间 在寻 在停留 这个还不是真实 真实是连把一切都丢掉 连把这个 什么叫做统部 不统部 全部这些关联 渴望都丢掉 一个人才突然醒过来了 但醒过来的人 不是原本在找 醒觉的 这个体 你看这样讲 是不是对你会带出来 更多矛盾